万物皆有灵性 饲养久的动物 不止人类对它有感情 动物对主人亦然 多年前 泰国一位长期饲养大象的老农 因车祸过世 家属在屋外搭起灵堂做法事 正要举行丧礼时 其中一头名叫繁农的大象 冲进灵堂 它在棺木前默默凝望了几秒 突然跪了下来 对着棺木膜拜 还流下了泪水 据老农的儿子表示 繁农是十多年前 父亲从马戏团手中 救出的受虐大象 十多年来 老农对大象照顾无为不至 每一头都感情深厚 当儿子将老农过世的消息 对着象群说 繁农突然激动了起来 并挣脱亲神 直奔老农的灵堂 这场景让一旁的人 看了相当感动 影片在网络流传开来后 网友也为之动容 只要善待动物 尽管语言上无法沟通 但是它给我们的回馈 你一定可以感受得出来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